这是曾侯以墓中出土的一万五千多件文物中 最神秘的文物 战国金弹簧器 1978年出土至今无人知道它的用途 即便是在如今湖北博物馆的展盘上 也仅仅只是简略地写着 出自东市 形似弹簧用途不小 出土时 二十个身蝉丝弦线和金属弹簧的锤形木桃 被平放在一件长方形的案板上 弹簧分别为黄金与千锡合金质长 其中金弹簧有两坨 西千弹簧18坨 金弹簧一共分为462段 每一段弹簧长两厘米 重量在1.3到1.5克之间 因为质地偏软 所以仅具弹簧外形却并无弹性 到底是何用途 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土豪以歌的世界真是让人猜不靠